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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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开始改移租金补贴为主要的施政方向 另外也有部分的政府新建再出租给民众的成租 截至99年9月为止 台北市出租的国宅 等候的就有6493户 日前啊 民进党台北市参谴人 苏贞昌他说 盖社会住宅啊 让肉市的族群来住啊 年轻人有遮风避的地方 是应该做的 是好事 但是他认为 现在来宣布啊 要盖社会住宅 是为了要嫌疾及旧章 还有民进党的发言人 也认为 这就是国民党 为了嫌疾而不走手段 对于民进党的负面批评呢 本席感到非常的失望 且而且不能认同 执政党针对台北县市房屋的飙升 早已采取改善的措施 今年三月宣布在林口新建三四千付的平价住宅 中央银行紧盯 银行的土融 建融的贷款陈述 内政部年龄附赠空地税 等等 全都是一系列配套措施的一部分 绝不是只为了嫌疾才宣布这项政策 更何况 台湾几乎年年有嫌疾 去年嫌县市长 今年嫌五都的首长 明年有立委 后年嫌总统 如果一有嫌疾 就不能推出福国立民的政策 那政府岂不是都不用做事了吗 等待会儿 等待会儿